今天是周一,咱们的正日子 周末呢,加了两次 加了两次,把之前剩余的一些胆指流播放一下 那么这一期呢,今天来的 这期全是今天,周一下午 今天现弄的啊,都是新鲜的热乎了 开场先用一个小干块 小干块 这个很简单啊,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巧 基本功啊,一够的K出来就完事 成年人的这种钉银块啊,操作 极为的简单 但是现在只是儿童啊,儿童这个就 很麻烦啊,儿童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外耳道窄,第二个呢,儿童无法配合 他不像成年人啊,对于外耳道这种刺激 难以忍受啊,所以说呢,儿童一般不强求啊 这个孩子大了,这个孩子大概七岁吧,七八岁的样子 今天处理的当中呢,有几个啊,有太小的就没动 我那种,今天还有个一岁来的 没办法啊,大家看视频往往只看个热闹,很少有时候认真 去听我说 有这种幼儿啊,一般不强求,也不建议去刻意的家长带孩子过来 医院的话,毕竟不是什么娱乐休闲场所 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到医院的孩子一个等待时间比较长 第二个呢,孩子对医生也是天生的会有一种恐惧感啊 这个穿白大褂的,啊,除了理发的,就其他也都没干什么好事啊 现在好像,像理发也不穿白大褂啊 这个孩子大,所以他还行,能扛得住啊 那咱们就干净利索,就别废话了啊 这种,但凡这种能一勾子出来的,可以试一下 当然要千万小心 这个,这个小朋友当场就哭了啊 出来的那一瞬间会有点疼 还好吧,整体配合还行啊 出来哭了一鼻子啊 然后换那边,做了一会儿思想工作 你这种硬块啊 你点药,孩子也不舒服啊 就跟家长解释了,就是所谓的长痛和短痛啊 点药以后,这种肝块,张开以后啊 孩子也很难受 所以我的原则是,如果当时处理不了,他也没什么特殊症状 要不就别动他 有时候点完药更麻烦啊 孩子占完以后,他再不配合,你一样拿不出来 不是说太软了,你就好弄了啊 那个都用吸引器吸收,有时候反而更费劲啊 黏糊糊的,不软不硬的啊 这是一个,这玩意儿对他的听力啊,其实影响极小 远远没有像你们家长想那个 这孩子你想都七岁了啊,一切正常 该上学上学该干嘛干嘛的啊 也有到八九岁也不配合的,也多的是啊 所以这东西得看孩子,也不是靠你家长训啊 就能够,喝这大枣糊啊 出来又哭了一鼻子啊 一边哭了一两,总共哭了两鼻子 哎,行吧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是一个成年人了 哎,算跟刚才那小孩算成年,十几岁了一个孩子 十七八了吧,青年了一个 然后,外道胆质流啊,外道胆质流去年 去年年底弄的,我已经都完全记不住了啊 家长是,说句述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当时拿出来过一大块,在我这处理的 这放假了啊,放假了 当时我跟他说嘛,每年每年至少看一次 这外道胆质流就是这样 外道皮肤的字节功能 缺失啊,缺失 需要定期的啊 清理,尤其是在耳垫镜下清理 像刚才这种状况,用肉眼 极其的不安全啊 肉眼的话,很容易对外道造成损伤 最终,搅画啊 重新形成的搅画层 如果长期放任不管 现在还比较薄 这个处理呢 这个处理呢,比较的容易啊 这个处理呢,比较的容易啊 揪住,嗯,走你 OK了 震珠层啊,震珠层 痒了半年,感觉这个就真的是跟被壳来养的这种 有点像啊 二刀底壁的这种大坑啊 骨膜完好 所以这种定期清理吧 一年看一次基本也够了 或者是说自己用这种啊 减一点雷镜自己观察也可以 啊,这是同一个孩子的左侧 你看左侧就是完全正常 就刚才这个 嗯,这,哎,不是最后 倒数第二个啊 这是一个,我想想是什么 啊,绝命子 对 这个挺危险的啊 紧贴在骨膜表面 而且是个诱饵 往往就是这样诱饵 尤其去这种 人造的所谓的这种沙坑啊 就这种绝命子 运气还不错啊 吸出来了 小孩在 吸出来的一瞬间啊 突然的这种剧烈的抖动 疼啊 还好 运气还不错 打出来了 这种绝命子啊 这种就是用来玩的这种啊 据说我也是听说的 我没有实际的去验证过啊 应该是都是处理过的啊 主过的或者是怎么样 嗯 理论上是不会发芽的 也不会有什么膨胀啊 这个 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这个 所以说在 这种情况下不要去盲目的去处理啊 这个家长问我需不需要全麻 我说没有必要 如果孩子不配合啊 像刚才这个全民子这个情况啊 宁可等待 等待时间长一点啊 定期的观察 只要这东西它不变啊 没有什么发芽啊 或者是跟周围的皮肤 正常情况下这种植物啊 对皮肤的刺激很小啊 嗯 以前遇到过有放什么电池啊 我记得啊 放过有个电池的吧 有的人说那个是什么 那个作弊器啊 但是当时我觉得那东西像电池 那个玩意儿必须得取啊 那个金属的材料里边 应该有一些化学成分啊 泄露的话 对外耳达的皮肤是有损害的 这种植物的东西啊 当然有的时候啊 黄豆啊或者这些东西 遇水膨胀发芽之类的 那个是不好说啊 绝命子这种东西 特别是熟的绝命子的话 硬肯不去动它啊 否则的话 盲目的操作 这个小孩来之前去过 哎呀我就不说了 嗯 啊现在啊 刚才说了半天那个 现在是一个干片啊 这种真菌 处理过很多次了 这个人呢 嗯 真菌跟皮肤黏着的比较紧啊 尤其是一部分贴在了 骨膜的表面 再往下接的时候啊 反应很大 嗯 因为这东西因人而已啊 差别很大 有的人就能够很好的配合啊 有的人往下 在往下接壳的时候啊 会很疼 这东西不能硬来啊 我之前说过 我很多年以前 他是年轻医生的时候 我曾经那会比较鲁 也没有内静啊 就肉眼之势 用我们的镊子架住以后 直接往外滋 当时出血了都啊 给我吓了一跳那次 你外道这块皮特别薄啊 底下就是骨头 也没有什么肉啊 也没有脂肪啊 也没有这种能够 皮下组织的缓冲啊 特别紧贴在骨膜的这种 所以这玩意可不能硬来啊 剩下的呢 就把它点药水啊 点药水 稍微浸泡一下 浸泡一下 头七再拿吸引器处理就可以了啊 这种再打药啊 最后处理完再打药 否则的话 你把它清理掉 很快就长出来 几天吧 最快的三四天 慢的一两周 所以很多人有的人觉得自己 为什么耳朵里能经常掏出这种特别大片的 那种碎墨子就算了啊 这个 有能掏出这种卷筒或者是鼻筒 那样的这种 干片的 再小心了啊 可能可能是真据 好最后剩在骨膜表面这一点 这个人已经扛不住了啊 清理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明显的扛不住了 到这的时候已经不能再忍受 那么我们就点啊 点其实任何什么液体都可以啊 自来水其实对性都一样 泡个几分钟啊 让这东西先软化一下 软化一下以后吸气进去 因为干的话 一个大干片吸气 这么小的吸气 肯定是吸不动的 吸气把它从骨膜表面接起来啊 因为泡的时间可能还比较短 没有完全的泡化啊 掀起个边来 那么再拿钳子把它夹掉 好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2017年啊 2019年已经过去了半年了啊 下半年开始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我们这周四再见啊 我们下三个人 我可以转对你耶 我再来吧 我们下击个冰箱子 你少这么大 就妈个人 因此 我们下击个冰箱子 所以我们下注射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